歐洲國家杯2020第二場16強的賽事是意大利對奧地利又來到何榮和大家預測的時候 意大利打下打下竟然由黑馬變成頂頭大熱 今場的賽事是第一場淘汰賽16強要看回心態 成不成受到外界對他們的期望和壓力 不過幸好他們是有個好經驗的教練文先來 我相信會處理得到 而且意大利還有很多利好因素 例如16強的路線相當不錯 對著奧地利 其實這個對手奧地利可以拿到小組第二名出線 都真的要感謝他們本身那組裡有今屆實力最弱的北馬其頓 以及令人極度失望的烏克蘭 尤其是第三場對著烏克蘭的時候 烏克蘭是任得他們猜 任得他們攻 再暴露他們烏克蘭的後防線 不成熟問題 所以奧地利才可以用角球 贏到烏克蘭 拿次命出線 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烏克蘭完全不壓迫 但這件事就不可能發生在意大利身上 意大利今屆的中前場壓迫是極強勁的 尤其是中場線連輕運轉力好 一壓迫的話效果相當不錯 所以奧地利對著意大利的時候 真的一定會受制於意大利的壓迫 那我就真的非常衷心去勸喻奧地利 對著意大利的時候 麻煩踢簡單一點 不要再踢他們這麼複雜的後場猜球 控球再腳 更加不應該太多壓迫和進攻型 應該要收縮防守區域 但是我勸喻還勸喻 看完三場奧地利的賽事 你都會發現 這班德甲聯合部隊 骨子裡都是沒有保守的想法 即是他們都是喜歡壓迫進攻 控球再腳 是要做這些事情 第二場球自殺式和荷蘭對攻 就搞到輸了 這個是最大的證明 而且意大利的整體實力比荷蘭強 如果奧地利是用對荷蘭的方法去對意大利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會預測到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意大利對奧地利很大機會就是對攻打來回高速球 除了意大利會贏到級數之外 意大利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是有優勢 首先飛行理數方面 奧地利是由羅馬里亞的首都布加勒斯特飛過來倫敦 飛行理數是1311里 算遠了 意大利呢 意大利由羅馬飛去倫敦 只不過是900里而已 少一點 飛少一點 意大利還要多一日時間休息 你說意大利的體能優勢有多大 還沒說完 意大利第三場分組賽是大幅度輪換過 一群正選球員投過來 奧地利呢 奧地利呢 奧地利第三場分組賽都出盡正選博 那就是說 你來回高速球 意大利贏盡那個體能 也贏盡速度 意大利雖然有個別的球員年紀比較大 例如欣舌尼 但奧地利最可靠的前鋒 艾納道奧也32歲 奧地利本來是有個年輕一點的前鋒 叫做卡拉積石 但分組賽就經意見到他不適合打 他的類型是柱等式中鋒 速度就緩慢 就不適合奧地利快打快的戰術 由於奧地利的戰術太容易猜 都是壓迫進攻快打快 所以意大利一開始來回高速球 就立刻顯現級數 體能和速度的優勢 相信頭二十分鐘左右 都可以領先到 然後是很有機會大勝一場 可能是贏3比0 甚至4比0 半場2比0 之後意大利可以陸續收起正選球員 又可以休息一下來準備八強的賽事 不過我又覺得未至於可以贏到五至六球 因為意大利的音樂比利這個前鋒 的把握力級數又不算非常高 至於奧地利有沒有機會是不用輸得那麼肉酸 方法當然就是我所說的那個勸喻 收縮防守區域 不過奧地利這一隊球隊 他們只可以拍大巴 他們是沒有穩守反擊的能力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反擊力都不算強 所以就是說其實他們拍大巴只可以球和 打加士 12馬 那這屆意大利是有破密集的能力的 所以其實奧地利收縮 都是很難 是可以完全不用失球的 都是很大機會 會被意大利搞到他們九手必失 例如下半場的六十、七十、七十五分鐘左右 意大利都可以逼到他們九手必失 那臨意大利還有一些機會可以拉開紀錄 贏到2比0 那就算意大利反過來 是意大利收縮防守區域 意大利打穩守反擊都可以 意大利是有穩守和有反擊 那意大利又會贏的 那同樣都可以贏到兩至三球球 所以就是說 今場的賽事無論是打任何的比賽品種 對攻、意大利收縮、意大利主攻 這一個就是奧地利是來回高速球 奧地利收縮都好任何的比賽品種 當中我們都會發現意大利是可以贏 可以晉級 贏得最容易的方法 當然是來回高速球 入球是可以有三至四顆的 難少少的方法是穩守反擊 不過入球都有兩至三顆 最難打的就是面對密集 不過都可以入到一至兩顆去贏 賽事最大機會打出來的是來回高速球 所以意大利最大機會是大炒一場 不過角球數字就不會多了 來回高速球最多機會入球 就是前面的三個進攻球員 欣摩比利、欣舌尼和比拉迪 這個欣摩比利和比拉迪機會比較大些 因為欣舌尼始終都是傾向做超級連結人做助攻那個 接下來我會繼續和大家預測十六強的賽事 記得要追著這個頻道 拜拜